汐止区的第四处银法俱乐部开幕了 在27号这天中午 包括了社会局长 施议员 汐止区长 以及当地里长和社区长辈们 大家齐聚一堂 欢庆厚德里银法俱乐部的新开幕 接牌仪式之后 社会局长李立尊还有主命 以及区长的贵宾 还和长辈们一起快乐共餐 场面是相当热闹 请接牌 好 非常感谢 我们这个厚德尔也说了一个 银法俱乐部可以聚集的场所 27号这天中午 系纸厚德里活动中心二楼好热闹 包括了社会局长 祖密 市议员 以及系纸区长 当地里长都来到了中心这边 为厚德里银法俱乐部进行揭牌仪式 宣告俱乐部正式启用了 我们朱立委的市长 希望给我们的长辈能够在地乐活 所以我们也希望 跟我们的礼仪社区 跟我们的团体 大家一起来成立我们这个银法俱乐部 让我们的长辈 在银礼里面就有一个 很好的活动的场所 到这边来运动 那目前整个新别市 已经有148间银法俱乐部成立了 那我们系纸地区 也会配合我们整个新别市政府的政策 强力来推动这个银法俱乐部 因为有个银法俱乐部提供出来 让老人家能够在现场 下棋啦 投篮球啦 做运动 那非常好的地方 那我们的社会局长 以及我们的祖密 以及习局长 中人议员 还有廖正良议员 白佩儒的秘书 还有我们师子会的总监 以及会长 都力领我们这现场 来关心我们云法俱乐部 的所有的老人家 那也非常感谢我们师子会 今天也做一个 做一项社会服务 新北市政府从去年开始 推动的银法族俱乐部 系纸区先后成立了 三处银法俱乐部 后德里银法俱乐部 是第四处 俱乐部的设备 包括了各项健身器材 篮球机 长辈们还可以在这里快乐下棋 环境相当悠闲 接下来的老人共餐活动 社会局长李立俊 和祖密 以及系纸区长徐开宇 也和长辈们一起开心用餐 老人家们都吃得好开心 后德里长陈有亮还表示 未来老人共餐都将会在每周三进行 并且积极地从民间团体的资助当中 让长辈们有更多的机会 一起聚会联谊 快乐共餐 也借此善加利用银法俱乐部 这个完善的公共空间 记者李一帆 细致参访报导 并且有关于谈浅 你给我继续